大家好,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2月30日刊文预测2024年全球局势 它一方面,台湾总统坏人是否会引发中国武统 金融时报的答案是否定的 理由是民调领先的民进党会员赖清德表明 依循蔡英文的对中路线 且中国国家主义新平认为仍有机会不动用武力统一台湾 金融时报指出,由于近年来中国扩大军事行动 台湾内外许多人对战争发生的忧虑与日俱增 但赖清德表明将依循蔡英文的对中路线 让北京难以找到动物的理由 此外,新平仍然相信透过提升军事威胁、政治渗透、经济诱惑和国际孤立等 逼迫手段可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同意台湾 那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这个就是非常,我觉得这个美国、英国 它的很多的媒体,昂鲁萨克逊媒体 它很多说法,它是不以上帝视角在看待问题 只站在昂鲁萨克逊自己这个角度 就是说,它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蔡英文,它不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就没有理由打 我就可以一直搞什么,搞台独,大陆也没有理由去打我 但是昂鲁萨克逊一直在什么?一直在打台湾牌 那金融时报没有分析美国的因素 就是美国现在有没有打台湾牌的想法 从来不告诉台湾人 我这个频道,比这个金融时报,比昂鲁萨克逊媒体强在哪呢? 就强在这,我会站在昂鲁萨克逊的背后 来看昂鲁萨克逊 他怎么样对中国,对台湾 打台湾牌 我换一个角度,让台湾人看到了昂鲁萨克逊 他真实的意图 而金融时报,像英国的金融时报,什么华尔街日报 华人的邮报都是昂鲁萨媒体 他们是不会站在上帝视角看自己的背后的 他们永远看别人 中国怎么样,中国怎么样 连这个绿营的赖清德 你包括现在的台湾的这个蔡英文 他们也只是按照西方昂鲁萨克逊教给他们的说法来看地缘政治 都说中国怎么样 我不会怎么样 中国不能打我,因为我没宣布独立 是啊,你不宣布独立 你为什么不想昂鲁萨克逊让你宣布独立怎么办 你赖清德上台以后 昂鲁萨克逊宣布我打出台湾牌 台湾正式成为美国的棋子 你宣布独立 美国让你宣布独立 中国怎么办 所以台湾人一定要什么 换一个角度来看很多问题 不要光站在昂鲁萨克逊 他提供你那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古人不讲横看成岭 侧成风 一件事情你换一个不同的角度 你能看清它的全貌 看问题要360度看问题 不要站在那个点上 人要转着圈来看很多世界的问题 你看到360度不同的角度 看这个问题以后 你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看 所以我一直在说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 就是武统台湾 你从美国从其他国家 从各个角度来看 最后的结果就是武统 那蔡英文他说不能发动武统 未来还会延续我的政策 就是因为要延续你的政策 所以才危险 这就是我告诉台湾人的 所以才危险 因为美国给的你就是一条什么 你变成美国地缘政治工具的路线 玩台独嘛 最后弄着一帮死台独 站在沙滩上等死 谁也不告诉他沙滩有什么 你去沙滩干嘛 沙滩找死吗 不是 告诉你 到沙滩上去打解放军 阻击共军 搞那些演习都是假演习 真正打的仗看到俄乌战争怎么打了吗 都他妈无人机了 连老毛子俄罗斯都用无人机了 你觉得解放军还给你玩二战呢 还给你玩二战呢 你见不到解放军你就死了 这就是民进党告诉你们的 我一直在讲 我一直在告诉台湾真实的 这个世界地缘 那么今天呢 下午举行的台湾2024年副总统辩论 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赵少康 他的总结 他说国民党当年从中国撤退来台 与中国大陆保持一点藕断思联的关系 就是因为这点联系 才能维持太和平 而且可以让台湾保命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 如果两岸关系要一刀切 将引起台湾立即明显的危险 赵康说 他承认中华民国宪法看起来不太现实 甚至有一点荒谬 我们怎么包括大陆呢 但这就是荒谬的护身符 中华民国宪法 看起来有一点不符合现实 这就是我们的保命符 不给老共打我们的借口 他称 当年修宪增加 增修条文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本文很难在台湾实施 增修条文可以用来在台湾运作 这是智慧的 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更早 当我们还用中华民国 就是告诉全世界 也告诉中共 我们没有跑掉 中华民国还在 中华民国宪法从中国大陆到台湾 至少承认我们没有放弃中国大陆 没切断两岸联系 我们不是外国 赖清德要把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吗 赖清德你承受得了与中国的敌对矛盾 公开吗 他强调对岸每年国防预算是台湾的17倍 而且在台湾旁边 蒋介石时代都说 七分政治三分政治 更何况是今天 赖清德的当天辩论会上说 中华民国是灾难 后来改口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赖清德就是台湾和平最大的威胁 赖清德没有口误 是因为赖的信仰价值主张 如果今天晚上睡觉 明天早上起来台湾可以飘到夏威夷 美国本土之间 随便你爱怎么样都可以 但事实不是 连之间就是这么近 国民党当年撤退来台 与中国大陆还有一点藕断的四连 就是因为这一点点 四连两岸才能维持台和平 一刀两断当然很过瘾 很痛快 但会引起台湾明显危险 到时候美国都 那么就像民进党的副总统会员 肖美琴当初游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来台 导致中国军演 飞机天天飞越海峡中线 船舰包围台湾 美国能做什么 美国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给中国借口 抓到借口后台湾就会很麻烦 四连确实不干脆 一刀切也不就好了 但四连可以让台湾保命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 赖清德的信仰会让2300人 付出残酷的代价 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子孙的未来 都要跟 那么肖美琴也在答辩会上说 他说国民党的会员赵绍康指控是错误 邵康先生提到民进党是两岸最大的风险来源 事实上这违反全世界的认知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造成两岸紧张的不是民进党 而是共产党 那菲律宾没有民进党 但是一样在南海地区 与中国有摩擦 有紧张 日本的军事预算未来也将增加 不是因为民进党 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外扩张的野心 肖美琴皆说 要提升自己的国防三大方向 必要强化训练 不管是义务义或志愿义的 训练都可以符合现在的要求 第二方向是在军备上升级 有采购以及自制的两个方向 要扩大对外采购 能够自己做的 自己做 不能自己做的 我们去买 我觉得这就是说废话吗 你肖美琴你不是说废话吗 你做了这些东西 你觉得你能阻挡得了解放军登岛吗 然后你还要做 认为自己做了 你得做啊 你总比不做强嘛 是不是 你要不做的话 就告诉大家 你躺在沙滩上不就完了吗 第三个方向 就跟理念相近国家合作 贺阻最终的目的是不要作战 贺阻不要作战 当年阿富汗也是这么想的 阿富汗跟美国合作了那么多年 是不是 打了20年塔利班 最后美国 民主自由 多民主自由 把阿富汗那帮人全冷了 坐着飞机就跑了 从飞机上掉那些人 肖美琴想想 那些人跟你一模一样 跟你一模一样 美国可他妈民主 可自由了 我要跟着美国一起升天 美国 那飞机门一拐 啪就掉下来了 那当时怎么不问问美国呢 是不是 为什么不要民主自由了呢 好好想想 台湾也好好想 为什么 因为利益 中国和菲律宾和日本摩擦 那当然摩擦地缘正是争夺 那中国为什么还和其他国家 和俄罗斯 和其他国家 还是背靠背关系 中国还在金庄国家内呢 和巴西 也是金庄国家关系 也在合作 中国一带路和那么多国家一直在友好 为什么就这几个国家要跟中国斗呢 小米星怎么不说呢 什么叫世界啊 你知不知道世界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了 回头来再说赵少康啊 赵少康认为呢 这个中华民国能够保证台湾一直维持现状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啊 他们都是站在美国的前面 而我是站在美国的身后 来告诉所有站在美国前面的这些台湾人 我从你们的背后看到美国他的很多行为 你通过我的频道 包括我告诉赵少康 告诉台湾老百姓 你们站在美国前面 因为你们是炮灰被推在前面的 你们看不到美国背后的一些行为 你要知道啊 你想维持现状 美国把你推到前面 你认为中国会改变现状 我跟中国在博弈 但是要记住你的身后有个美国 美国稀不希望你获胜 稀不希望你维持现状 就你老说中华民国能够维持两岸的现状 几十年几百年 我们永远就维持下去 我们永远啊 就孤全海外 我们永远就自称一派 永远就自由民主 几百年 美国愿不愿意维持这个现状几百年 国民党 民进党 谁都不说 而台湾 真正有脑子的 有脑子的台湾人 你们都不傻吧 想没想过这个问题 灵魂的拷问 想没想过 你老说中国会影响 你维持现状 美国稀不希望你维持现状 因为台湾其实中美两个玩家在玩啊 你老说中国 中国怎样 中国那样影响台湾 美国谁也不讲 谁都不敢讲 为什么 棋子嘛 你拿出一个棋子 棋子问你 是吧 你到底什么目的 你会不会改变现状 有病吗 棋子是任人摆布的 他只能说什么 说对岸 你怎么样 他不敢问这个拿起棋子这个主人 你到底想不想改变现状 台湾就是美国个棋子嘛 你看这个辩论会 我就告诉你们 所有这些辩论的人 底裤 有两个女士 真正不说底裤了 有点不文明 就这三个人 他背后的底层逻辑吧 都给你扒下 你看看背后都是美国 谁都不敢讲美国主子的心意 谁都不敢违反 不敢违抗 国民党还搞出一个什么中华民国 我们藕断私连 你就不敢打我 意淫啊 意淫啊 幻觉啊 幻觉 好好想想美国 另外在啊 在这个美国在洛杉矶啊 唐人街那帮台湾人啊 我去过呢 里边住了一半都台独 我告诉大家 实实在在的一半都台独 一半以上吧 住他妈中国城 China Tong 都他妈台独 哎 模不模幻 你看这美国还有很魔幻的事 啊 你跟小岛上竟出现这种啊 魔幻现实主义 China Tong 我操 里边住全台独 天天要分裂中国 天天要什么 要杀光中国人 啊 住在China Tong里边 我操 我每次想在这儿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真他妈奇妙 说回台湾啊 好好想想 这海外华人好好想想 你们心目中这个美国 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可能你们老看美国的节目 人家不告你实情 你有信 你看到我这个节目了 自己好好通过我这个视角 你好好想一想 你想维持现状 美国同不同意 美国为什么让你维持现状 让你维持现状 美国还得花着钱 对吧 还得跟中国竞争 他能获得什么 如果维持现状 中国发展和平超越美国了 美国能维持现状吗 换作是你会不会手里有一张牌 你把这张牌打出去 把台湾乌克兰化 就像乌克兰一样 为什么乌克兰不能维持现状 我就想问肖美琴 为什么乌克兰也想维持现状 和俄罗斯就不发生战争 天天骂俄罗斯 天天诅咒俄罗斯 就不发生战争 美国就帮助我维持现状 乌克兰当年也跟肖美琴一样 就这么想的 为什么美国就没让他维持现状 就让俄罗斯就揍了乌克兰 而且把乌克兰领土 就占了 为什么美国就要把乌克兰当炮灰 为什么美国就爱台湾 就不把台湾当炮灰呢 我这个灵魂考虑 问所有台湾人 台湾没有傻逼吧 我觉得台湾受过高等教育 也不是傻逼吧 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谁他妈给你保证 肖美琴能给你保证吗 肖美琴凭什么保证 肖美琴天天跪着求美国人 舔美国人 美国人给他保证 那更他妈保证不了了 更他妈保证不了了 肖美琴舔什么舔呢 一舔美国人 美国人高兴吗 你肖美琴凭什么保证啊 这他妈是最有意思的 一个他妈在台湾 一个台独给大家保证 我他妈维持现状 国民党也说 我们维持几百年现状 这他妈不是搞笑的吗 谁他妈保证呢 我想问所有台湾人好好问问这帮人 谁他妈能保证 美国自己都他妈保证不了 他们今年川普再上来啊 明年明年川普再上来 你他妈谁能保证 你是你川普那个人 我告诉你他自己都不知道明年要干什么 他给你保证 你不笑话吗 台湾想明白没有啊 你想明白没有 所有这些政党给你的保证都是假的 因为你们根本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呢 那有个美国呀 你们是美国的马仔棋子啊 所以我今天就问问台湾人 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你们的身家性命就在美国人手里呢 因为你们太听美国话了 你这张白人家拿捏住你了 不打你又打谁呀 不符合人性的 那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是台湾所有的这些政党 所有的这些参选人 你可以看到 都在幻想着一件事 就是我发展我自己的实力 能够抵抗中国 你看到了吗 都是一件事 我们都要发展自己 特别这个柯文哲 牛逼轰轰的 我们要什么 我说我们想怎么样 我们要发展我们的 对吧 我们跟你是吧 释放善意 但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是不是 我们要跟你 有武力 有对抗 是不是 民进党也说了 我是猫 对不对 我也到时候也能挠你 这最搞笑 要跟中国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都是一个逻辑 要跟中国啊 来进行博弈 来进行互动 谁也没有提跟美国 谁也没有提跟美国 谁都不提那个美国 看不见的客人 美国 美国远远的坐在远处 拿一根线 瞪着台湾 台湾几只木耳 在台上演 都要跟中国评价 跟中国打 但真正影响台湾的是美国 这是我看到 整个台湾大选 最恐怖的一点 最恐怖的一点 就台湾竟然没有一个 敢提美国的 这么多场辩论 没有一个 你台湾不是民主自由吗 不是主权独立吗 怎么就不能提美国呢 你的经济军事 不都靠美国吗 怎么就没有一篇深论 能谈谈跟美国的关系 能谈谈自己不受美国影响 摆脱美国控制 怎么就不能谈谈 不能谈谈完以后 自己怎么选呢 你不就是美国选出来的吗 你们不就是 抗中反中的工具吗 什么民进党 国民党 什么什么民众党 不都是一秋之鹤吗 都是美国的提线木耳吗 好不好笑 然后全世界吹牛逼 我们叫民主自由 自由你妈的逼 你不关心 能起来 我也要 你不关心